我家里曾经有两位新冠病患者 第一位是我女儿从外国回来 无症状染疫在医院住了21天 第二位是我先生在居家工作在印尼 她在医院住了17天 她只需要呼吸器 因为她有轻微的呼吸困难 在这段期间我们都觉得徬徨无助 无论是躺在医院的他们 还是在家里的我们 我们都什么都做不到 因为我们对这个病毒一无所知 我们对她措手不及 唯有在医院乖乖的接受医生治疗 而在这段期间 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生命何可贵 生命只有一次 所以希望大家好爱惜生命 爱惜家人 然后我们尽量没有必要的话 不要出门 在家里亲洗手 然后用餐手请用光块母吃 在这里我祝福我的国家 马来西亚 台湾甚至全球 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我们按摩